FTG今天打的很有冲劲啊 打东西呢打完这个赛季可能也要退役了 今天刚刚看到这个FTG的官博说了这个事情啊 哦 哎哟 讲要直接穿草啊 但是还是育苗点稍微偏了一点点 这个草还是遮挡了很多的一个视野 加上对面有掩体的一个情况 刚刚提到的美顺木西 这一波是FTG打得很凶 他就直接撤围过来 而且是学校的队伍去抢这个后花园的顺位 然后导致两个队伍就打到了一块 对 因为按照常规来说的话呢 一般在学校的队伍他在空到后花园桥头的时候呢 你会尽可能的先让他过 因为CTG这支队伍他目前是没有战斗指挥的 嗯 他只有这种运营指挥行而歪 那这灵术把泡泡给撞了 我队友爆点就要直接扫一波车 左右两边的夹角枪线 这波接的还不错 初期 现在时期接种车啊 他经验比较丰富 因为他 刚才你看他起手捏了一个不是雷 你怕什么 对 他捏的是一个闪 闪光弹 对 他用闪接这个车呢 基本上你想以比达一到时期啊 就很难 他因为我有掩体嘛 我上来扔这个闪的 就 只要车下去人就没事 哎 难搞 真是 只能说难搞 如果车速再快一点 没有是往大友店那边去走的话 其实时期的运营难度系数也不是很高 整个海边的有人的概率不是很多啊 那个 厕所 是的 打了一枪速就直接被小童给打下来 不能停啊 都不太需要考虑移动了 你基本上也动不了 他就是在等圈 就看最后的运气好不好 能不能 刷了一个决赛圈的位置 这样的话 最起码排名分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是的 嗯 我动了 嗯 跳柔看能不能怎么走 还是说他也去扎马蒂山 尤其其实对马蒂山的防备呢 并不是很大 他在外侧就只有一个队子 跳柔 好 要扎马蒂山了看这个样子 也一起去坐牢啊 看到这里车呢 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大了 小五 底部没打掉 哎呀 这里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是啊 打两个 但是自己起来也太低 直接被换掉 是的 这里17呢 对于这个马蒂山山口啊 没有太强的防备 嗯 只有一个人小五是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Pero撞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 很多时候 你会通过他在 某一个自闭的防备当中 的一个踩点信息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目前对于这个位置的一些 心理判断 他觉得其他人冲他的概率不高 所以他会这么去防 这放了一个 对还是想太少 因为你在马蒂山内部的移动 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阻碍的 你只要 你只要好好的就是 守住口子 守住口子 要么就是你全员去到那个贴山边的房子 对吧 SMS这边和CCG啊 因为SMS刚刚也是我们有讲过 他一开始是在这个平原的右上角的位置的 贝迪无奈直接去扎一波 这边Pik南拉出来 抓住对面人投注的一个 一个timing点 守住了 配合上队友的枪线啊 SMS直接被带走了 天鹿想在外围占点便宜点 是Pik南直接把张德胜给放倒 天鹿贴过来的时候呢 已经少了一个突击手 是 这波天鹿 哦 正面阿童木暴头将Pik南放倒 BTC还有两个人 点雷 嗯 张德胜是暂时扶着 阿童木啊 刚刚也是配合队友的枪线 哇 彭乌琴这边也出枪了 等着就完事了 艾西刚才也是混到了马蹄山里面啊 是的 他是 这个Pik南跟十七打架的时候 他们从另外一边 混到另外一边靠近中心点 是 因为刚刚Pik南其实导人的 这个人还是比较多的嘛 对 所以没有什么 有胜力量能够去防守艾西的这一波 进这个监狱 人出马蹄山的位置 而且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他在打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他山上的这个 对手的人员是不是很多的 哎 反应速度很快 真的 但是 small cc这边毕竟还是有一个Pik的主动权啊 Roy直接是被男男给放大 将几乎也还是打得很耐心啊 这些来到了一个被夹击的位置啊 他现在前后都是正面的RBS的 叶马上面去观察整个New Happy的动向 剩下的三兄弟啊 不断的利用投掷物去轰炸掉了 ZTG 全边不是很好呆啊 但是天地这边也得也要注意一点 中间这个过点还是有一点危险 就是 上车了 最近 倒几时了 嗯 DTT应该不会压过来 DT等会有机会去跟美神木齐打一架 现在就开始了 比赛就好看了 之前有过一次比赛,梅花双确实在下面 最后要跳下去 是呀 好像是4M,4M就在本次春季赛里面 对呀 跳下去最后是吃鸡了 当时是和DT嘛 对 三抓一 对 好像是DDT抓SpaceMan还是 对对DDT 然后他是先打了CCG嘛 然后跳下去的 对 有意思 嗯 有可能会有北深木齐的一个枪线 但北深木齐在慢慢的往上面去找一些信息 没有去观察这一侧 DDT近点已经是破点了 是的 呃 骑到头上 看到 脚底下 带走啊 没什么问题 DDT这个位置啊 他可以跟那天4M一样最后下山 嗯 就是我先等一等啊 驻守监狱的那个位置 警察局那个位置的话 他扫你回这里 没错 围绕着这个反坡啊 Nu Happy其实是一直打得游刃有余的 但是 比较限制的就是因为这个圈快来了 嗯 战斗得要快一点处理 DT的枪线呢 对他们是有不大大的干扰 嗯 对面还在捏头之物 给了一枪头 但是对面耀眼还是有投注上面的一个配合 是的 DDT出枪了 DDT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坐山宽虎头啊 对 很舒服 控制得很好 12个淘汰了DDT 反正最后是顶住了压力啊 嗯 嗯 Pyro他是有想法的 他就是觉得可能要稍微早一点 我觉得Pyro是这么想的 他是在防万一圈刷在山上的 我要有一个操作的空间 他不想坐以待毙 想主动一点 对啊 这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延展空间嘛 对啊 因为你圈如果下去的话 你不需要什么太多 因为你只要守着人家下来的位置 打过后 打这个过点就好了啊 代价有点大呀 因为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最后结果 嗯 现在的话Pyro只剩下了一个人 马云龙倒的那个 这个拳 再动 也没办法 没办法 这样一来的话呢 Pyro在这个马迪山内部的上 也会 会落于一些下风 但是打了一个Monster 能不能把它补掉 5颗雷 嗯 长补的话应该能补吧 对方也得认了 嗯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Pyro去跟I7的战斗会更难进行 刚才看到 其实DDT是能看到Pyro的过点的 这局如果能够成功的吃下的话 将是一局超大击啊 哎呦 太空人2 你看 Free起来了啊 纯会久了一点感觉 还行 因为它是个下坡 还可以 滚弹了一下 哇 黄之龙一圈二 但马上被沾顶打 刚才我们就说飘柔这个 花注意力的正面 嗯 下面的人呢 你少修一点分的不会影响到 你胜负 嗯 拉枪很快 齐无我 这把M4也是立功了 Spaceman是直接拿到三个淘汰啊 啊 太空人 真的我们就说这个DDT的上限啊 其实是比较高的一个队伍 之前从采访的时候也采访到了这个太空人 Spaceman 嗯 他说整个梦想 嗯 两个兄弟 哎呦 这就是 拼谁的这个 反应和心理战术啊 更好一些啊 是的 都有这个偷投资物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个动作呢 刚好又能够被对方给听见 那你 找黄之龙 嗯 老局的位置已经看到了 哎 搞到了这个分数 DT计划达成50% 是 只剩最后黄之龙 黄之龙选择不给分 两个人要主动去清吗 清得很仔细 但是血量不多了 好的 恭喜DT在